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后发文祝福女儿生日快乐 张子怡称汪峰写的感言 读完之后 自己已经是泪流满面 张子怡还称女儿已经长大懂事了很多很多网友 看了张子怡和汪峰晒出的照片后 都觉得两个女儿长大了不少大女儿 也已经长成大姑娘了 张子怡女儿醒醒 同样是长大不少一些网友还认为两个孩子长相很像 真正是让人羡慕了细心的网友发现 汪峰大女儿小苹果和张子怡特别的亲近当初张子怡和汪峰结婚时 很多人都感觉汪峰不配张子怡 因为王妃已经结婚三次有了两个女儿 二女儿由前期康作如抚养大女儿 由汪峰抚养 当时也有人担心 继母张子怡对小苹果不会很好 小苹果的妈妈 葛惠姐也担心女儿今后不快乐 张子怡曾经在节目上罕见谈到自己的大女儿张子怡称 虽然她不是我亲生的 但是我对她甚至比我自己的孩子还好 张子怡说大女儿叫自己四妈妈 是因为自己是汪峰的第四个妻子 也是大女儿小苹果的第四个妈妈 从这几年张子怡晒出来的和大女儿的照片 来看小苹果真的很喜欢张子怡 每次和张子怡在一起照相小苹果和张子怡挨得很近 有时候还玩着张子怡的胳膊 两人也时常手牵手商场小苹果才13岁 孩子的肢体语言让人感觉到张子怡对她很好 她很快乐出道以来 张子怡一直都是一个话题度很高的女性 除了她平时高傲的性格 一直被大家所讨论 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关于她的婚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